大家好 歡迎收看紅環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這條影片最主要是講ABRSM的Performance Grade 演奏為主的嚴拒考試的內容 我們也知道多了一些資料 8月份之前也提過會在英國率先考 10月份他們會在全世界推行這個考試 裡面會分1至8級 還有ARSM都可以有Performance Grade的考試 可以是錄影 你喜歡在哪裏錄影都可以 你可以在家裏錄影也可以 或者在老師家裏錄影也可以 或者在工作室錄影也可以 而當你考鋼琴的同學 你可以用三國琴或者直身琴 甚至是Digital的一些數碼鋼琴都可以 如果有時候你考比較低級的 可能你家裏的數碼鋼琴 不是一個Full Size的Gibboard 即是不是88個鍵 都可以 但你選擇考試曲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你考試曲的範圍會否可以 都可以在琴鍵那裏錄影 如果是錄影不完 你需要去調整 例如說 我在高音那裏錄影 我改到低音那裏錄影 這樣就不可以 那你就不可以 彈那首歌仔了 你可能會選擇另一首歌 去代替它 好 再提到一項 考級那裏 有1至8級 還有ARSM 都可以選擇 這個Performance Grade的考試 可以是隨時轉的 隨時轉的意思 就是譬如我之前 考開傳統的Pretical 我是考開3級 現在我想考5級 我可以立即去準備 這個Performance Grade 5級的考試 都可以 那我考完5級 但我又想回 對時我考8級 我都會想回傳統的那種 即是有一個傳言一點的 assessment 譬如他們都會問 Scales Cydrine 和Aural 那幾個 我都可以 8級的時候 我都可以轉回去 考Pretical Grade 都可以 是沒有底足的 只不過 Performance Grade 跟考Pretical一樣 你考6級之前 一定要有個5級的Theory 這就是一個requirement 就是需要有個5級 才可以再考6至8級 好 另外就是錄影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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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影 記得是一剔過 之前也看過 可以重彈 不需要Edit 一口氣 彈完 那四首的assessment 就是這樣做的 而marking scheme 之前也有說過 總分跟Pretical一樣 每一首都要150分 那歌仔那邊 就是30分 一首 我們有四首 就是120分 另外還有30分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一個整體的評分 來的 譬如他們會是一個 Performance as a whole 去計算 那你選擇的那些歌仔 會不會都是interesting 有趣一點的 不會偏坦的 全部都是快歌 或者全部都是慢歌 或者全部都是一些優雙的樂曲 那可以表達到 是不同時期的樂曲 或者不同風格的樂曲 那可以表現到你 不同的音色都會做到的 那這30分就是這樣 用來的 好 那我也知道 有些同學仔 可能也有其他東西 那我大約多說幾個 那這個有個 有個FAQ 那有些人都會問一下 其實這個搖距 考試一下 這個Performance grade 會不會取代了 我們現在的Pretical grade 那ABROSM那邊 就說不會的 一樣的 因為我們平常之前 開過Pretical grade 其實是一個learning process 來的 我們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好像我們學language 譬如英文 我們也有聽講寫 這三個部分 我們學音樂 其實我們除了說我們真的 演奏到之外 我們也要看回我們的技巧 我們士譜能力 我們那個聆聽能力 這些都是學音樂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傳統的 即是我們以前 一向考慮的那個形式 其實都是有它的用意 在那裡 那如果譬如說 你有需要我想是 以這個演奏為主的 Performance 一個assessment 來做 就是一個評估演奏的能力 那你就可以去選擇 這個Performance grade 那個考試 在那時候 又會比較適合你 所以有時候 你去決定這個考試 我們可以看回 你那時候的需要 或者可能你是想要去 進入哪一間學校 你是需要做這個Portfolio 那你就可以看看 到時哪一個適合你 你就可以準備哪一個考試 你便會適合你 另外一個就是 講到伴奏 因為有時候可能都會 疫情關係 未必真的可以做到有伴奏 它那個遙距考試 那個syllabus 可能都會有少少改變 比如你說需要伴奏 它可能會多一些曲目給你 是不需要伴奏 讓你整個考試 可以做回自己一個 Solo的Performance 他們都在努力做這個syllabus 第二件事 就是如果真的需要伴奏 那你錄影 要不就是要有真日現場伴奏 或者你用Zoom、Skype 去幫你做伴奏 又或者你可以用一個 預先錄製的伴奏 那如果你考慮唱歌的話 之前就 唱歌還唱歌 都需要一個鋼琴的伴奏 那現在呢 譬如說你自己懂彈琴 你可以自己自彈自唱 來做這個錄影考試 不需要額外 就找一個伴奏 而現在的Performance Grade 都會容許了這個考試模式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聊 那你訂閱熊琴管 Youtube頻道 或者Facebook IG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一有新消息就會放上來 好 今天先聊到這裡 下次再聊 拜拜